职场新视野 改变新观点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我是乔美伦老师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职场新视野 我们知道在世界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海叫做死海 为什么这个海叫做死海呢 就是因为它只进不出 我们知道死海是一个封闭的海 它原本是畅通的 可是后来渐渐的 它就变成了一个拥塞的海 因此几乎在里面的生物 都没有办法生存 当然它有很丰富的矿物质 可是它也成为一个 生命无法滋生的一个地方 因此我们很多的时候 去形容我们的生命 或者是形容一个现象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这个是死水一滩 可是如果一个水 必须是活水的话 它就必须是一个流畅的水 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 是丰盛的上帝 从祂的宝座 有活水的江河 是不断地涌出 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活水 我们就会经历活水长流 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死水 我们的生命也将停滞在原处 今天跟大家所要一起 思想的一个主题 就是活水长流 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第六章 这个地方 耶稣很清楚地告诉祂的门徒说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我们会发现 像耶稣在祂的教训中间 很清楚地告诉祂的门徒 凡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 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就看出来了 一个可以说是畅通的一个水流 给出去的时候 就会有给进来的 什么时候我们不给出去 什么时候上帝的祝福 也没有办法涌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38章这段经文 他继续说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生斗 连摇待岸上间下流的 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 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 他所描述的是一种 这个凉度古物的一种器皿 他描述当这个古物倾倒下来的时候 连摇待岸上间下流 是那种非常丰富 非常丰富的涌流下来 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几乎在圣经中间的每一个领域 谈到的都是相同的看法 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 你怎么样量给人 人怎么样量给你 甚至包括你怎么样赦免人 你就可以从上帝那边来领受赦免 我们看见耶稣不断地告诉他的门徒 不要成为一个剧练的人 不要成为一个封闭的人 反制穷乏 这个有时候跟我们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我们认为说我们要为自己保留 我们才会越来越多 我们如果分散出去的话 我们就会减少 可是在上帝国度的法则中间 确实刚好的相反 越囤积越积聚越封闭不给出去的 其实到最后就只有这些 甚至会更少 可是给出去的时候 上帝的祝福就会远远不绝地涌流进来 真言二十八章二十七节也说 周济贫穷的不至缺乏 阳违不见的必多受咒诅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就是有一个蒙福的法则 因为给出去的那个状态 就是一个蒙福的状态 当我们不给出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失去了上帝的祝福 而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更丰盛呢 就是他必须是活在上帝的祝福的里面 为什么呢 上帝为什么祝福那些给出去的人呢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上帝自己也是一位给予的上帝 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这个地方 保罗来激励许多的外邦教会 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饥荒 来募款的时候 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我们知道上帝是丰富的 上帝是远远不绝的 耶稣基督在永恒的里面 祂也是富足的 祂也是丰富的 可是当祂倒成肉身的时候 祂把祂自己放在一个有限的身体的里面 祂成了一个baby 祂来到马朝的里面 祂成为最贫穷的 可是因为祂让自己贫穷 以至于祂可以把天父一切的丰富 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保罗在基督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他说你看到上帝是给予的 上帝把祂的独生爱子给了我们 独生爱子把祂自己放在贫穷的一个里面 可是因为祂的贫穷 我们成为富足 我们不但拥有生命 而且我们拥有上帝的祝福 那个时候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祝福就会源源的 不绝的涌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所以上帝自己就是富足的 上帝也是乐于给予的 祂把基督给了我们 祂提醒我们 我们也要给出去 在接下来我们会看见 基督的身体是富足的 哥林多后书八章 仍然是我们刚才提到保罗 来提醒哥林多教会 要来资助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 他说我原不是要别人亲生 你们受累 那要均平 就是要你们的富余 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 这就均平了 如经上所记 多收的也没有余 少收的也没有缺 我们看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上帝所渴望看见的 就是一个均衡 他说你们富余的时候 你们去帮助那个有缺乏的 有一天当他们富足了 他们也会来帮补 也就是在基督身体里面 本身就有一个资源共享 有一个富足共享的一个状态 而这个富足共享的状态 就会领受上帝更大的祝福 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 也是相同的概念 真言十四章三十一节有说 气压贫寒的是入墨造他的主 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 因为无论是富足的 无论是贫穷的 其实都是上帝所造的 所以上帝所愿意看见的 其实是一个均负的状态 我们常常说 现在的社会进到M型社会 M型社会的意思 就是两个极端 贫者欲贫 负者欲负 而中产阶级低落 所以自然就形成了一个M型的曲线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M型社会 也就是贫富两极化的社会 那这样的社会在神的眼中 是神所喜悦的吗 我们发现刚好不是 上帝所乐意看见的 就是有余的 能够跟不足的来分享 因此我们会发现 上帝也告诉他的子民说 要在好事上富足 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这个地方十七节他说 你要嘱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人 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 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我们知道在福音书中间 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 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 因为地上财富是顺即可能消失的 要把财富积攒在天上 也就是说把财富使用在神的计划 使用在神的心意里面 而是不是把财富自己积攒起来 把它完全的不流通的封闭起来 因此我们会看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上帝所乐意看见的就是基督身体的一个均贫 一个分享的状态 不但是在基督身体里面的富足跟分享 我们看见圣经也提醒我们 要向这个世代给予更大的分享 上帝是均富的上帝 第一个我们会看见在有两个诗歌的里面 都是母亲的歌 一个是在旧约里面 撒满尔记里面的哈拿 他作为一个母亲的一首诗歌 另外一首诗歌是在路加福音里面 玛利亚所作的一首诗歌 而这两首诗歌都谈到 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掌权 而当他们谈到弥赛亚来掌权的时候 他们描述弥赛亚的这个统治 是一个什么样的统治呢 在撒满尔记上二章三节说 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 也不要出狂傲的言语 因为耶华是大有志士的神 人的行为都被他衡量 勇士的功都以责断 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 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 饥饿的再不饥饿 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 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 耶华使人死也使人活 使人下阴间也使人丧生 他使人贫穷 使人富足 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等等 我们看见哈拿之歌讲到说 有一天弥赛亚来掌权的时候 就是一个把高傲的人降卑 把卑微的人升高 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们可以说 弥赛亚的国度的掌权是反M型社会的 我们可以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来讲 他就不愿意看见贫者欲贫 负者欲负 他要看见的是一个高傲积蓄的人 他是卑微的 而卑微的人会被上帝所高升 到了路加福音 玛利亚之歌里面相同的元素 玛利亚在圣灵的感动中间 他讲到他将要生出的 弥赛亚来的时候 他说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 就被他感散了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 叫卑贱的身高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所以我们会看见 无论是哈拿之歌 玛利亚之歌都讲到弥赛亚的掌权 而他讲到弥赛亚的国度 不是一个M型的一个社会的方式 弥赛亚的国度 不是一个贫富不均的一个生活方式 那我们已经发现 我们现在的社会 其实就逐渐的倾向 在这个贫富不均的一个情况的中间 我们会看见 在整本圣经中间 上帝都提醒那些富足的人 要懂得 他取之于社会 他也要还助于社会 有一本书 这本书并不是非常畅销 可是这本书是非常有趣的 他这书的名字叫做 慈善累积财富 这跟我们所思想的又完全不一样 我们在想说 这个拼命 打拼可以累积财富 我们说赢家可以累积财富 可是他在这个地方说 慈善累积财富 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还蛮古典的一本书 他讲到的就是 十九世纪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时候 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 他在书中一共讲到了十个企业家 这十个企业家其实都搭上了工业革命的风潮 而一系致富 我们知道工业革命的时候 就是不再是人工 而是机器化 那一旦一个人的企业可以机器化的时候 他就会快速致富 他大大的胜过了那一个 所以我们说这个工业革命 其实带来人类的社会的生存的方式 很大的改变 就好像我们现在说是一个网路的时代 好像跟不上网路这个风潮 就会被淘汰一样 那这十个企业家 都是借着跟上了工业革命这个脚步 而致富的这些企业家 十个里面 他给的这个例子里面 有九个是基督徒 可是你看到这九个基督徒 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他从1800年到1883年 有一位叫做Thomas Holloway 他所产的是药品 而他取之于社会 他也还租于社会 他创立了十九世纪规模最大的 哈洛威学院 以及哈洛威疗养院 也就是说 当他企业致富之后 他就开始做工艺事业 1803年到1876年 有一个叫Titus Salt 他是纺织业的巨拨 当他成为一个赚钱的企业家的时候 他非常看重员工的生活环境 甚至创办了特尔瑞社区 就是他非常看重员工福利 我想那个是最早看重员工福利的一个概念了 1809年到1886年 有一个叫Samuel Morley的 他也是纺织的巨拨 他开始产品多样化 他关注教育课题 英国最大的成人教育中心 和第一座儿童图书馆 是他所建立的 我们会发现 接下来有座饼干的 有座芥末的 甚至卡内基 这是我们非常知道的 这个最早的世界首富 他捐了2500座图书馆 教育和研究机构 他成立了基金会 做公益 做社会公益 然后有卖巧克力的 有卖水果糖的 还有这个药庄连锁店 甚至联合丽华 也在这个中间 我们会发现 他举了十个企业家的例子 那其中我们说有九位是基督徒 他们都很清楚的 真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不是说致富不好 致富很好 因为你比别人殷勤 你比别人快速 你可能更具有竞争力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当我们更有好的机会 能够致富 拥有财富 拥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面对 我们所生存的 这个社会的问题呢 我们看见工业革命的时代 也是一个会让贫富不均 两极化的一个时代 很多人会快速的赚钱 很多人失去竞争力 可能他落到贫穷端 可是这十位企业家中间 我们说有九位是基督徒 而这十位企业家 他们都懂得取之于社会的 如何还诸于社会 他们照着他们自己的专长 照着他们拥有的机会 他们给予社会 那贫穷端有一个非常大的挹注 包括了教育 包括了员工 包括了很多的研究 包括了医疗 包括退休制度 他们都完成了 他们那个时代 作为一个企业家 他们的社会责任 今天我们越来越看见 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们常常讲说 CSR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怎么样 透过我们认清楚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我们要给出去 上帝就更加的丰富 祝福我们 在哥林多后书九章 这个地方 保罗继续告诉 哥林多教会说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的善事 必多多加给你们 种地的种子 叫你们凡事富足 可以多多施舍 我们看见 越给就越多 涌流出去的 上帝的祝福就进来 我们要成为一个 活水的人生 我们的手中的工作 要成为活水长流的工作 今天针对活水长流 这个主题 我们有两个题目 给大家思想 第一个 我如何在给予中 清楚上帝是富足 而赐福的上帝 我们不是在 无奈中间给予 我们不是在 好像要拥有一个 好的形象的情况 中间给予 我们给予 乃是知道 我们的上帝 是一位活水长流的上帝 以至于我们 给出去的时候 我们不担心 我们不害怕 第二个 我如何让上帝 给予我的丰富 可以活水长流 当我们进到 这个蒙福的一个 循环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就越来越懂得 使用 善用上帝 放在我们手中的 各种的资源 我们不会把 这些资源苛扣 我们不会把 这些资源 用在错误的地方 我们会让 这些资源 不断地流动 而让上帝的祝福 也不断地流动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 你的面前 我们欢喜快乐 因为你是 富足的上帝 你也把 你最重要的宝贝 就是你的儿子 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了 以至于 我们可以从 贫穷的里面 释放出来 从咒诅的里面 释放出来 让我们与你有一个 和好的关系 回到蒙福的地位 主要来更新 我们的生命 主要像你 儿子的样式 主要不是剧烈 乃是给予 而且我们有一个 真正的领悟 主要就是 越给越丰盛 主要谢谢你 赐福我们手中的工作 让我们的工作 在你的面前蒙福 也让我们的工作 能够成为 这个世代的祝福 甚至你给我们的 一切丰盛 一切财富 主要让我们善于使用 主要让我们可以 真正的经历 活水长流 主要凡给人的 就必有给我们的 主要给出去的 主要你必在加添 主我们谢谢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